应该有这样一张表吧 这是各个字段 但基本信息下面又有这个员工 他自己所属的合同证书 那么我们就想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一张主从表 为什么跟我们原先说 简单的这个主外境关联不一样呢 是因为 必须要有了这个员工基本信息 才会有下面这张表的内容 就是说你这里头只要有记录 他就离不开 这个里头必须要有这条记录 所以我们认为他是他是从属 对吧 是不是不一样啊 这和我们简单的 原来的两张表上面 比方这员工 这合同 这种直接的这种 比方这个主件PK 外件FK 这种关联是不是不一样 因为这个 这个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可以 即便我外件为难 我没跟你 不进行非常紧密的这关联 也没有关系 不是说我一定要在你这个里头 那么 这种时候 我们这种主通标怎么实现呢 也很简单 员工这 肯定有个组件了 对不对 这里头肯定有个外件 就是这个员工这个ID 对不对 同时呢 他自己也还有个组件 PK 这两个约束 共同形成 你不能单纯靠外件 为什么呢 单纯靠外件 也就意味着 就是 他这个 不是 怎么说 就叫他 还是要有这样一个维性 就是一个组件 再加一个外件 他这个表里头 这个外件是他的这个组件 这样一种方式 而且这个外件还不能设为难 这个外件不能设为难 这个注意一下 这是一种设计方式 还有一种设计方式 就做的比较好的 而是 这个地方外件改了下 因为这个是我们传统的方式 就他自己有个 刚刚我有点说 说晕了 就是 合同这个表 有他合同的组件 加这个员工的外件 对不对 就传统的方式 但是这样子 多少会有一点问题 因为什么呢 因为 实际上 我们在 真正在做祖从的时候 我们希望 他跟他是有关系的 但是 他其实这个合同里头 是要根据这个具体的合同号 以及我们的员工的这个号 匹配来形成一个唯一的这样一个号 保证他们唯一的 所以我们真正在做设计的时候 凡是遇到这种组从表 各位 我们是用两个组件 然后 这两个组件 他们保持这样一个维性 这样子设计也可以 就是 这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概念 叫复合组件 在我们做数据库的时候 这个大家可能没用过 复合组件 复合组件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他通过两个字段 这两个字段 结合到一起 他是唯一的 那他就是唯一的 就是保证 因为我们组件 他的一个特点 就是保证 他的唯一性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通过两个字段 来保证 他这个唯一 你同样是张三 但你吃的米是 A型米 同样是张三 你吃的是B型米 这就是两个了 同样是A型米 你被张三吃和被李四吃 这也是两条不同的记录 不然的话 我们会认为 同样的是一个合同编号 同样的是一个合同编号 他 只能有一条记录 也就是说 他表现不出这个合同 就如果简简单单 用主外件 因为合同是有一个编号 因为合同 他本身也有一个唯一的ID 对不对 那 你就反映不出 你的外件只向张三 或者只向李四 只向了张三之后 你就不能只向李四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合同编号 那个组件是 已经重复了 能听懂吗 这样我说一次 我画个图吧 走太快 大家会运 这是我们刚才员工表 我这是表 我在画表了 合同表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 肯定有个ID了 对吧 我这里有一个合同ID 也有个合同ID 还有个什么呢 employer ID 那么 我在这里 由于我们说 这个时候 我怎么去表现这个主外件呢 我就用这个public表示主件 我用那个 这个波浪号 我表示外件 这样的方式 你看我们很聪明的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 都可以来做 如果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双向 这个能看明白吧 这是两个组件 这是个外件 那么 里头比双方有一个合同了 就是这个合同 劳动合同2003 那么 下面他的员工ID 我表现给了张三 就是表示这个劳动合同 是给张三的 那 我们 其实里四也会有这个劳动合同 对不对 那 你是不是表现不出来了 合同ID不一样 合同ID是一样的 怎么合同 这是合同表 这不是合同关系表 表的类型 对啊 这是合同表 这不是合同关系表 这就是合同 但 如果我们用主通表 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我把员工ID也设计组件 这样子 他们的这种强烈约束 我们就看出来了 只要 合同号 和员工号 他们加在一起 是唯一的 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主通表的设计 明白了吧 好 那 数据库的持久 这几种表现 表现方式都给大家说家 说到了啊 顺便问一个数据库上的设计问题 那今天我不讲太多的数据库设计 以后我在做真实项目时候 还会跟大家讲 就数据库设计 光讲说一副设计 我能给大家讲一晚上 问个问题 就是数据库 最好 要严格约束 要严格约束 对吧 主要一件件 但 一定要严格吗 一定都要约束吗 一定都要约束吗 不一定啊 我明确告诉大家 不一定 有的时候 明明是可以约束的 我们就不约束 这种称为什么 有效荣誉 就这种 是为了让我们批量查询更简便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把约束了 我们一层层查下去 很复杂啊 效率也不高啊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就故意的 不是靠约束查 不是靠约束查 有的时候 我在这个表上 举个例子 我这 按照这个方式 我是不是通过一个 集联查询 我就可以得到员工名称 比方有个员工的name 我这按说这个表里头自断 我就没必要去设员工名称了 对不对 但有的时候 如果查询起来 效率非常差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设 我们也可以去设一个员工名称 这个员工名称 跟我那张表没有直接关系 因为它没有约束嘛 对吧 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种有荣誉 我们称为有效荣誉 称为有效荣誉 但有的时候也有种荣誉 就是完全我们可以一下子查 权没必要就没必要了 这样子到时候 你这边名字变了 你这边不变 不就不好了吗 这种荣誉称为无效荣誉 所以一定要把控上有效荣誉 和无效荣誉的这种利用 尽量少一些荣誉 反正尽量少荣誉 好 第二再问个问题 主件字段用什么类型 大家说用int自征长 是吧 大家都喜欢用这个 对吧 我告诉大家不用这个 我喜欢用GUID 128位的加密 128位的唯一码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 将来你的这个数据库 在进行扩展设计的时候 比方说 以前我又遇到过 它的那个商品信息 那是个集团公司 它的商品信息 是自征长的这个字段 然后这个自征长的字段 就1234567 一代表黄挂 二代表凶士 好 结果它是分布式系统 它在南京上了一套 在北京上了一套 都是用商品信息 但是南京的一代表黄挂 二代表兴士 但是北京的一代表土豆 二代表西化 各地的这种盛产的水果不一样 或者各地的商品 这种不一样 在陆入的时候 陆入的次序不一样 都会引起这个 这个资深长组件 对不对 很正常 包括员工也一样 它北京公司有一个员工 编号 税库的编号 我只说税库编号 不是员工编号 税库编号是 表001 就是资明 南京公司又有一个员工 001是张临华 有一天公司说 公司现在发展的好 集团要进行 就是集团要进行 优化 重组 优先要把我们信息化系统 整合成一套系统 头大了 好 都有产品这样 这个张表 都有员工这张表 一看里头编号 全部不一样 怎么办 疯掉了 对不对 所以 干脆一开始 我们就保 表是 就保证 我们的主件 是全球唯一的 明白我意思吧 到时候直接合并就行了 当然 你只是写个demo 或者 考虑系统将来 不会很扩展 发展 你就可以用int 这个倒无所谓 很小的 但是稍微上脚规模的 不要用这样的 全球唯一的 全球唯一的变号 好 这些可以分享的 数据库设计 今天太多了 今天不花时间 在这上头 时间来不及 好 这就是我们对 数据库的 这样一个持久化设计 那么 这个设计完了过后 我们是不是应该 把它进行物理化 那么 逻辑化到物理化来实现 就由什么 就由我们的那个过程来做 就是由我们的ORM工具 自动生成 或者你找一个直接工具 然后 是我们的 UI和UX设计 注意 这里我要说一下 在概要设计的时候 UI和UX UI是我们的 这个界面的用户接口 UX是用户交互 一个是 一个是UI设计 就是我们的视觉设计 一个是交互设计 这两个区别 我刚刚是不是提过 提过了 那不说 注意一下 盖要设计时候的 UI设计 就界面设计 设计的是一套模板 而不用设计出 所有的页面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针对这个系统 我的盖要设计 其实设计的是什么 是这种操作模 形式 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种操作形式 上面扫行 左边是功能模块 右边是内容模块 这是我们盖要设计 做的东西 不需要完全实践到细节 详细设计 再去实践细节 明白我的意思吧 也是一样的嘛 你看我们盖要设计层次的 都是在比较广的 那么数据十九化 也是一样的 你不要想到 OK 盖要设计 我就把数据持久化 全部都做了 No 不需要 最后详细的 某一个功能模块 来持久化 我们放到各个小组去做 那么 这个就是 我们的迭代式设计的 四个要素 这个下来 大家好好体会一下 那 RUP 也就是IBM 它针对我们的 RUP 模型 提出 以及这样的一个过程的细化 它提出了这四种仕图 让我们去细化 我们来看一下 哪四种 但这个只是我们仕图中的一种模式 四加一 分别是什么呢 首先是场景 场景是那个一 就是这个场景 我们来源于我们的需求 然后是我们的逻辑试图 逻辑试图就是我们刚刚画的那一堆 然后是我们的开发试图 开发试图就是我们组件图 就是我们的这个组件图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把它软件物理化的那个图 然后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一个运行试图 这个流程就是process进程试图 也就是它运行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明白吧 运行起来是 最后是它的一个物理图 就是它的一个部署图 它把设计分成这样的四块 但是不同公司还真的不一样 微软它不是这样设计的 微软分成五块 谁这些爱啊 这个真的叫你自己去总结 rational它又分又不一样 rational是这样子分的 用力图 逻辑图 组件图和发布图 所以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有兴趣深入去研究RUP的 继续深入研究 因为我们这整个课 基于RUP讲的 下来仔细去看一下这个四加一试图 四加一试图 那这里我不做过多的介绍 那么结合我们之前的UML需求 我们既然已经有那些对象了 怎么把它们过渡到我们的这个设计呢 我就简单说一下 主要是对象过渡和行为过渡 对象还记得我们的就是resource里面那堆东西 对不对 第一包 包在设计过程中 把它过渡成什么 过渡成我们的构建 就package 我们在设计的 包括我们的场景过程中 会有各种各样的包吧 对不对 需求过程中 会有各种各样的包 这个包 我们一般情况下会考虑把它 过渡成我们的构建 组件 但是不局限于需求过来的组件啊 就因为我们设计过程中组件 很多时候是需求过程中看不到的 我们基于我们的三轴线的这个模型 可能为了更好的实现扩展性 或者开发 我们又抽象了别的组件 对不对 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什么 纵横双向的这样一个矩阵 来进行的抽象 对不对 类 过渡成我们设计中的model和view 比方说 我们那个点餐那个系统 里面不是有什么菜单吗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 你将来在设计的时候 肯定会有个菜单模型 菜单内向 对不对 就这样子来过渡 那么他还会过渡到 不同的什么view 就是我们当时显示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菜单的显示对象 而这个view 正好我们之前对于sauce 在划分这个class类型的时候 其中就有一类就是viewclass 对不对 你看这不就对应起来了吗 还有我们关联的那条线 association这个线 就是 如果是association的话 正常的 一样的过来 就是我们设计里头的association 那么如果是dependency的 就是我们设计里面的dependency 所以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需求阶段是association的 过渡到设计阶段 它就是内置对象 或者内置调用 就调用 那么 如果是dependency的 除了调用 还有可能是什么呢 它的方法的传参 就这样 行为过渡 行为过渡 主要就是指我们的use case 就是我们的用力 用力过来 一般情况下就是函数 你这样的考虑 为什么呢 别忘了 为什么我当时一再强调 我们用力要动兵端语 因为我们函数也是这样子的 对吧 什么 启动服务 start stories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这样的一些观念了 还有 在实距图里头的也是一样的 实距图那一条线 就是我们的函数 画的那种线 它本来就叫call嘛 对不对 好 最后给大家说了一些例子 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Android Talk 这个点餐我就不